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次介紹過糖醋排骨 即是鎮光骨 不是,鎮光醋,排骨 排骨我是買冰鮮的 大家也要買的 它是大國冰鮮豬 回來輕輕沖一下沖水,它會抹乾淨 你可以撲粉,可以不撲粉 但我喜歡所有燜的東西 我都喜歡撲一點生粉 撲一點生粉 我們輕輕拆一拆分 這次的尿頭很簡單 非常之簡單 鎮光醋,糖就可以了 冰糖,片糖都可以 有什麼糖,沒有什麼糖 無所謂 排骨到哪裡都可以買到 如果你想好吃的,就先煎一下 尿頭有薑 最重要是給薑糖 如果沒有,就沒辦法 我都沒所謂 我們輕輕煎一下排骨 我現在先放些油 煎兩三遍 不太好 因為我覺得,所有燜煎的東西 煎一煎或拉一拉油 封一封面 燜出來是會好一點的 所有燜的肉類 然後,把薑糖都放進去 再放入冰大火 我們可以準備一個底板 一個炆的 蔥就不用爆 我們蔥就放底 一邊煎 輕輕煎一煎 煎完之後可以放下去了 我們剪成這樣,可以放些薑 放兩三片薑,最好大塊一點 因為方便,我們炆完的時候 就用耳塞上來 因為排骨也要炆一個小時 然後就焗它 那我會呢 我只用醋,糖 我會用這個糖 一隻冰糖去炒,炒糖色 多油也不要緊 因為最後炆的時候 我會把表面的油撕掉 明白嗎? 很煎香 如果你說我原味太單調 這個糖醋骨呢 我不敢說什麼上海正宗 我不敢說 去到上海店 上海家裏,家家戶也不同 就等於香港家人做蕃茄炒蛋 最簡單的一件事 你只認為好吃 這樣就可以了 這麼簡單的 學無前後達者為先 你記得這個說話 不要緊的 你煮得好吃就可以了 你不要理你怎樣煮都好 你不要用苦法 你用苦法 你用苦法的沙咬器 用柴燒 我們都這樣說 什麼苦法 你猜著用柴燒 沒有這麼慢火 你怎麼煮這些東西 不是騙鬼 不是苦法 怎樣苦法 你知 這些食物都用基因來改造 都不同了 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個人的看法 我個人的看法 我這個很單調 我喜歡冰香 我會放一些冰香 你喜歡可以放可以不放的 放幾粒冰香 不要太多 你可以放一粒白蓋下去 我們用來 用來 用來 撒少許酥味 其實也沒什麼酥味 因為它 那個 鎮光醋的醋都可以撒出酥的 薑就撒不到多少 薑就拿去 純粹拿去香味 明白嗎 那我們現在 煎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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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下 就 香料就不用煎爆 放了香料 爆兩下就可以了 這樣放下去 你薑可以煎透 也可以 沒所謂的 煎透就可以了 煎透就放下去 再說 這樣 煎一煎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這些 排骨仔 幫你撒到的尺寸 我覺得很適合做這個 排骨 就是這個 在超市買的 他說 泰國冰鮮豬 其實可能你根本上 你在 在肉档裡買的 其實很多都是泰國的冰鮮豬 那 我們先把糖放下去 我們這些要炒糖色 慢慢炒 炒了糖色 再說 冰糖開始溶了 這樣就不要太深色 小心點 這個糖漿 一搭到手上 就 立刻起碎 我們用個小火 慢慢 我心思要的 要拿到一個紅色 因為糖色 要拿到一個紅色 中色的 不要拿到啡色 就是拿到黑朱古力 那樣的 你明白嗎 拿到差不多像朱古力糖 可以 有人說不要放水 有人說不要放水 有人放啤酒 我看到 我自己用 我喜歡用味淋 味淋 就是糯米酒 你當作放水 你說我沒有味淋 就麻煩了 你就放水 味淋的味道很棒 那種糯米酒 甜的 是很純的 你自己可以試一下 我喜歡用味淋 當酒來煮 例如辣酒 花蘿 也不跟你們說 可以去到不同層次 我們先煮一煮 味淋 我們可以加醋 調適合你的味 所以我叫我加這麼少糖 不要加這麼多糖 因為糖多了 就不可以 因為味淋也是甜 味淋是糯米酒 主要是糯米酒 糯米酒 很純的 煮出來是很香的 這個純粹是我個人的意見 我想可能 不知道有沒有上海人 有些人 用那個煮法 覺得很神奇 這個不是上海煮法 說了 記住 可能他不會聽廣東話 學無前後 達者為先 這是真的 你不要管 我會把味道倒進去 剛剛蓋過面 炆 我們要這樣倒進去 開火炆 現在不夠 一直加 如果不夠 就加點水 現在你說 加這麼多味淋 神經病 加點水和醋 調味道適合 味道 再說 我只是給了味淋 還有醋 你不夠 你可以多加一點味淋 再加一點鹽 隨你喜歡 或者可以加一點水 我還未試味 現在就加一點味 加一點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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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少也夠了 加一點底味 因為它完全沒有鹽 你說麻煩 又要撲滾東西吃 其實再簡單的方法就是 回來洗洗 你洗都可以不洗 你都很乾淨 你相信我 你洗都可以不洗 直接拿油煎 煎完 倒醋 其實也可以 你買新鮮的排骨 你夠薑 我洗都不洗 其實有些洗你 有些多餘 那些我不說 其實最好多是 底打壓著蔥 不過就算了 我不浪費多了 因為通常那些底打 用兩三次就不搖 因為底打爛爛 那我們就 再加一點水 你要溶完 所有糖溶完 搞定了 你先試味 它是不夠酸的 甜 差不多 再加一點水 因為我們最後可以收汁 可以用收汁的方法 一定要浸過 浸過一點點 但你放心 舊肉一邊燜 它會一邊縮水 舊肉會縮的 會收縮的 但汁會蒸發 你記得一個小時做指標 不要太久 如果你想要軟一點 就 最好燜狗的時候 焗它 熄火焗它 焗到冬 到夜晚 最好你下午 煮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 又開始在那裡吹水 如果有些不懂聽廣東話 你自己噴一拼音 世界語言是英文 不是國語 不好意思 全球最多人說的 語言就是英語 而且是 層級比較高 世界第一語言 不是國語 記住 華人最多說國語是真的 自己搜尋一下 難道我去做Panotlony 我去看 我看很多很多 意大利的人做 難道我打一段英文下去 你說一下廣東話 可以嗎 你講那麼多英文 你講那麼多法文 我不會聽 連字母也看不出來 用阿老 真的不想用新精頭來做 今天大念初四 燜幾個字 關火就在這裡睡覺 不用理會 很棒 不過中途要反反 開個小火 開個小火 燜九個字 我建議 因為這些冰鮮骨 是很快淋 如果是新鮮 就可以燜多一兩個字 如果是雪藏 更加快 看你用什麼骨 什麼位置 視乎你的火力 明白嗎 很多東西要計算 視乎你用什麼糖 用什麼醋 這些是雪藏一個很複雜的物理 明白嗎 再說一會 再說一會 最後可以加幾粒蒜頭 蒜頭就不用爆 你多放一點都可以 我們就 放蒜頭 油可以不用撇住 只要先炆它 現在炆了一會 但是還未夠淋 我再炆一會 再炆一會 焗它 記住 你用了醋 還有有味淋 有糖 來炆一些排骨 都很快淋 記住 你平時炆的什麼 時汁 快很多 快很多 不知道 你用了多少 最後你用了多少 用了多少醋 用了多少糖 是不同的 我們先炆一會 炆一會 再炆一會 再炆一會 焗它 OK 我待會最後會撇走 我們不用怕 因為它 我用了 你怕的話 可以用橄欖油 但是 用東西多餘 因為它排骨子中的油 它冒了油 我最後會撇走油 再說 再炆一會 再炆一會 就不理會 我現在炆了三四個字 現在反了 再炆三四個字 接著我就不理會 熄火 到今晚吃的時候 先再說 大家不說 現在差不多十多分鐘 現在我把骨子搬到鍋子 先 我們撇一撇油 這些骨子 逐漸搬到鍋子 我把骨子搬到鍋子 我把骨子搬到鍋子 都很鹹 沒有做到鍋子 夠鹹 都夠鹹 我不想要太多油 我把骨子搬到鍋子 先把骨子搬到鍋子 先把它撇一下 不用搬到鍋子 所以你把骨子搬到鍋子 在途中 其實我把辣椒乾 就變得很辣 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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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把骨子搬到鍋子 先把骨子搬去 滾起汁 如果你喜欢这些汁可以留下一次,再煮一次就好 把这些泡泡 我不想煮汁很久,可以打芡汁 要如何煮汁呢? 就像鲍鱼一样 因为它有糖 一定可以煮汁 而且它有酵质 有猪的酵质 因为它有冰糖 冰糖令它靓 要把这些骚髒的东西 要比较好 首先我们先煮一些骨 我不建议煮骨的骨 骨肉分离了,不是没有 骨肉分离了 骨肉分离了 是要软的,所以要用烤焗的过程 因为要烤到它软软的过程 一路煮多一会儿 这样就开始稠 我们就开始慢慢 撈起骨 慢慢砌上去 你可以一路煮到它会软了 一路用锅铲,慢慢砌好骨 再收汁淋上去 慢慢砌上去 再继续收汁 继续收汁 收手 你看看要多久 我不想收太久 都说你大概看到了 收汁的过程 最后用鵝 不要用煮 这里也要多一点 多一点汁 可能先留起少汁 不用那么多汁 因为太多汁 吃不完 留一碗,看我会做什么 做什么也好 很多汁 都是秃 肉 还是可以 肉 肉 里是有肉 继续收汁 枣台 鸡 熟了 不要挂进去 現在變成糖膠 旁邊有個洞,不要刮旁邊的 用鑊收汁會快一點,不要用煲,煲很難收汁 冷了會再稠一點,差不多了 然後淋上去 你喜歡的話,可以煮好醬汁 我先把醬汁放進去,這樣就完成了 我的糖醋排骨,鎮光骨 多謝收看,拜拜